字幕- 提供 大家早晨,我是周敏玲,欢迎大家来看 《聆听主声》7月13日 经文系记载在约春夏季第14章6至14节 题目是将这山地及泊 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 有基尼洗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 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 你都知道了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 那时我正四十岁 我按着心意回报他 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 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实 当日摩西起誓说 你脚掌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孽 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实 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 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 这四十五年 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 看啊现今我八十五岁了 我还是强壮 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 无论是争战是出入 我的力量那是如何 现在还是如何 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 那里有亚立族人 并宽大坚固的城 你也曾听见了 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 与我同在 我就把他们赶出去 于是弱树亚为耶夫尼的儿子 加勒祝福 将希伯伦给他为业 所以希伯伦作了基尼洗族耶夫尼的儿子 加勒的产业 直到今天 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 以色列的实 你如何过你的退休生活呢 我的父母在退休后 他们环游世界 他们参加四间教会的崇拜 或者团契聚会 在他们的大厦里面参加茶经班 他们有很多的朋友 和很多的旧学生 我的父亲教双科 我的妈妈教护士 他们都喜欢看电视 他们活得很满足 两个人都在91岁的时候返添加 爸爸在2009年6月过生 妈妈就在2011年12月过生 我的妹妹仍然在教书 神若许可 她会在纽约州立大学教到80岁 我现在练老了 卡住在全球性新冠肺炎的状况之内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留在家里 并在线上联络 你如何过你的退休生活呢 我们今天看看加勒 在85高龄选择去加南地争战打仗 加勒是谁呢 他称为基尼洗族耶夫尼的儿子 加勒 基尼洗族是基纳斯的后裔 基纳斯是以利法的儿子 而以利法是以素的儿子 创世纪36章11节说的 神简选以素的双胞胎弟弟雅各 改名以色列 从此以素就成为外人 他的后裔称为以东人 他们是不准以色列人经过他们的国土 进入英许地加南的 简而言之 以色列人和以东人不是朋友 或者加勒娶了以色列的女子为妻 就将他当作以色列民的一份子 但他成为约束军事的幕僚 并中心的好友 可见神接纳所有信教他的人 耶利哥的拉盒是另一个好例子 加勒的名字意思是什么呢 他专心跟从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这句话说了三次 第八节、第九节和第十四节 他人生有两个高峰 一是他40岁时 加勒规探英许地加南 是犹大支派的代表 二是他85岁时 加勒攻占希伯伦 得此地为业 在英许地上他有产业 在7月17日聆听主声 我们读文数记第十三和第十四章 就见到有十二个探子规探加南 要知道如何攻取这个地方 加勒代表尤大支派 约书亚代表以法连之派 他们是以被公认领袖 考察回来 大家都赞成 地土果然肥肉富庶 加勒和约书提议立刻攻取 但其他十名探子却畏惧当地的勇士 提议回埃及 加勒和约书亚 是没有向蓬佩压力低头 他们勇敢站在这里 要迎领神的应许 以色列人很老老 很生气加勒和约书亚 预备用石头打死他们两个 但神介入 惩罚以色列人 要他们在抗野漂流再多三十八年 直到现时这一代的成年人 全部死光 只有加勒和约书亚 得以进入应许地 在《文数记》第十四章二十四节 神这样说 唯独我的仆人加勒 因他另有一个心志 尊一跟从我 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 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 毫无疑问的在这四十五年以来 加勒记得神的应许 直到他85岁的高龄 现在来到约书亚记第十四章 加勒和尤大支派的人 一起去见约书亚 要求分得希伯伦的山地为他的产业 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 加勒知道他要争战才要得着 他就是说 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者山地给我 那里有阿纳族人 并宽大坚固的城 你也曾听见了 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 与我同去 我就把他们赶出去 第十二节 他不是信靠自己的力量 但他信靠神的应许 为什么要希伯伦呢 因为这是列祖的墓地霸 创世23章19节说的 我从加勒学到什么功课呢 第一 要持久地去信神 神的话就是他的保证 由四十岁至八十五岁 他等了四十五年 才见到神的应许实现 在神的时间里 神必然供应 我在等什么呢 有什么是神对我的应许还未实现呢 没有了 除了他天家与主 基督永远同在之外 再没有其他的关注 神永恒的家 是我的应许地和产业 没有人能够将这个奪去 感恩的 我也不需要将他打回来 因为我所爱的主基督耶稣 全部都造成了 打完 第二 学到的是 不要以为自己老了 还有很多未了的熟灵争战 还有很多灵魂 未得到基督耶稣的安息 主要选择用我的 我就服从 现在来说 我活着是为 尊崇上帝和见证他 直到翻天架 赞美主 大家加油 不要在此怠慢 因为还有美好日子在前面 愿者祝福各位 我们明天见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按一下响零图标 你们就会开始收到 每一天上传的视频通知 谢谢 谢谢